如果你也爱吃两分熟的脆皮五花肉 那么恭喜你 今天这时又又又被你赶上了我的好兄弟 让小老表也给你来上一大口的话 你就给我等着跑吧 这是刚开始 出来觅食的小老表突然发现了一处野外厨房 你瞅瞅 你瞅瞅 各种调料品还非常的齐全 看了一会儿就冻起了歪脑筋 转个身就跟猴子一样爬上了树 大家可千万不要乱模仿 虽然看着很危险 但实际上一点也不安全 躲在十多米高的树上 左右摇摆着等待猎物的出现 不一会儿下方就出现了排骨战士的身影 今天真是大手笔 带了五六斤的五花肉 真是盖了帽子 看他那表情 差一点就要生吃下去了 转身来到了财照面前 发现没有了柴火 非常的生气 没办法 还是转身去找点柴火 非常熟练的折点树枝 起火放过 加入香茅草树叶和辣椒后 转身就来到后面 制作一点灵魂辣椒串西酱 时光飞逝 随便煮一煮 就已经到了可以起锅的阶段 五花肉放在破桌上方 倒入一大坨的火锅底料 涂折抹住味 你瞅瞅他那表情时都快笑出来了 随后用两根竹片加住五花肉 放在柴火上方翻烤 经过了七七六十五分钟的漫长的炭烤之后 外皮已经焦黄 里面还是没熟 但这一点都不耽误他想吃的肠胃 直接提起来放在祖传的木桌上 此时小老表一个飞身 从树上跳下后 直接用力推到排骨战士 接着转身就跑 气不过的排骨战士起身追赶 来到一条大海边纵身一跃 没有一点水花 裁判都给出了九点九的高分 傻傻的排骨战士还在等待 另一边已经偷偷摸摸上了岸 回到无人看守的木桌前 看着那香喷喷的脆皮五花肉 呜呜呜的防空警报直接响起 再也等不及了 扔掉竹签后将串息降临在上方 用手涂抹均匀 随后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接着一口 还没吞下去再来一口 虽然看起来很难吃 实际上一点也不好吃 吃完晚上还会打雕枪 如果你身边刚好有朋友肠胃不好 那就赶紧艾特他来试一试 我将爱你做爱的临见 看着我爱的照片 你的手我盼上这些 谁该过去不见 我说你自己做我的天 你这个东西 你这么做的 就好 你这就是一句 我说你最后一招 你最后一招 就好